我们看在我们车里边呢 我们这可以打印一下我们的这个上传来的文件类型 看着我们来看一把 然后这些气沉了 我们随便选一个文件吧 我们选一个 这个是一个这个 ese 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打开 传一把试试 这是exe文件的一个content time 其实就是那个 准确说应该是那个moment time 那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再来玩一个 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找一个别的格式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换一个格式 这是我们的库 这是不是有个TIT 这有个smail对不对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Tax 搞SY 是不是这个类型 对吧 图片 有图片吗 图片应该谁传了 有人传了一图片 这我看成了什么图 我们看一眼 传了个这个 这是一个GPG的一个图片 对吧 那它的格式刚才看出来了 是什么呢 是一个这个 对吧 感谢这个同学 我就不找了 好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试一试 各种各样图片的这种类型 但其实不是也没事 基本上一搜 是不是也都有 对吧 百度的如果你不愿意搜 其实他们看里边应该有一个东西可以找 我们看看他们看的本地有一个东西 嗯 在他们看的这个 那个康复里边有一个外部的smile 在这个里边 我们来往下找一找 他里边有好多好东西 看见没有 Membertab的这个这个映射 比如说像 呃 这是不是好多我们没见过的类型啊 对吧 我们找找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找找什么 呃 GPG 这是不是有图片啊 对吧 你看GPG是不是也一定是GPG 对吧 PNG应该也不远吧 他这是排好序域的 那我们得搜一下呢 搜一下PNG 这就一云之杠PNG 对吧 搜一下我们的这个AVI 那就是video-S 什么MS video 对吧 什么我们的这个呃 MP4有 叫啥 哦 他是没有一个直接的MP4的类型 那我估计这个就是MP4格式 那个文件的那个那个Membertab吧 是吧 这很可能就是那个audioMP4 是吧 对吧 总之呢 不同的文件是不是都有跟着跟着MP5 对吧 他这也其实也做了一些个记录啊 他这这里边如果找不着了 你就白做着 你肯定能找得着 行吧 那么我们这就可以呃 罗列几个图片的这个格式 比如说我们这可以搞一把这个 现在我们是有这个类型的呀 对吧 我们就去做一个判断 if 这个类型啊 和这个 image-gpeg 是相等的 那个这个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对的 是吧 或者呢 你是这个image-png 我认为你传的也是同学的头像 对吧 或者代表记你传一个呃 你们也是杠 gf 刚才是这个吧 对啊 那么我们认为你这个也可以接受 反之我就都不接受了 行吗 同志们 好吧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就在接着往下速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块 扔到里边来 如果你符合我的这个格式要求 我就给你做实际的上传 反之呢 我是不是包错了 能懂我意思吧 那反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把这个 放到这儿来 然后 到时测一个 抱一串 我们这么写 行吧 那我们是补补一个错误一面就得了呗 在这补一个错误一面 这个叫做什么呢 文件格式不整学 可以吧 对吧 意思一下 让我们重新部署一下我们的项目 这样 来我们来玩一个 这个肯定不是吧 上车 要 上车 走 这是不是就过来了 你是不是用这张图片都可以 我找张图片 图片的话 在walking 我想想 哪会有呢 有了吗 谁闯了 我这儿有一个是吧 那我这儿 我把这个拿过来 再传一把 这儿是不是有个图片 我把它切走 扔到地盘 哎我这儿有个图片是吧 那我传这个 传地盘 图片一 又塌了 上车 这时候就ok啊 你应该是哪一个 是 这个吧 他是不是就过来了 他就接受了 对吧 是这些个 是这些个 那么上传呢 我们我们基本上 就做这些个限制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上传解析器 把我们限制了大小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他 为我们封装的这个文件对象呢 去看文件的原始名声啊 去看文件的类型啊 对吧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session 获得我们的作用域 去获得我们项目中某一个目录的实际部署位置 然后呢 进入决定我们这个文件的保存位置 大约我们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加工 对吧 实际的上传其实其实就这一步吧 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吧 谢谢啊 这个我们就过了 好吧 上传过了